在南新庄热区防疫中心建府里就在名单内 因此里长表示有关里内消毒环境更要彻底落实 总之防疫是绝对不能有所松懈 居住人口数将近900多户的新庄建府里 因为这波来势汹汹的疫情 当地里长表示其实在5月19号里内就已经展开全面性的消毒作业 来加强环境倾销 里长还说到为加速围堵疫情发展 提升民众自我防护能力 建府里也在南新庄热区防疫中心的名单里面 建国里5月19号一天 全民消毒 航招 水岗 第二宿 听详党 都有全民消毒 防疫热区 还有一个成绩队来 用防疫策区消毒 防疫做得很好 所谓麻雀水脚武藏俱全来形容建府里最为贴切 里长表示里内大小巷加一加不会超过十只手指的范围 尽管如此针对疫情期间就环境消毒工作更要彻底落实 因为防疫绝对不能有所松懈 我们建府里有49号车到69号 59号 还有无线的 全部都搭起来有七条线 早上全部都用车来消毒 让大家更安心 昨天跟今天做得很好 这样子我们都很放心这样子 防疫功能做得很好 真的这林长真的很好 明天要再消毒一次 真的我们很放心这样子 南新庄从5月27号到5月29号成立热区防疫中心 公计有建福里厚德里等9个礼别 里长强调除了做好环境倾销防疫宣导等等 以强化三级防疫作为 期盼大家团结全力对抗病毒 记者黄又贤心中报道 记者黄又贤心中报道